好 另外呢 在花莲玉里镇春暖花开到玉里 从玉里地区北端大雨到南边的课程 同步举办了两场的装置艺术活动 玉兴农会在26号就办理了开幕仪式 让玉里多了一处耳目一新的打卡新景点 绿色的小熊坐落在一大片的绿色草坪当中 还有未开花的花丛 配上蓝天白云以及花东特有的山景 美丽的景致让经过台九线上 民众不禁停下脚步感受这一片的宁静 这次的主题最主要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玉里跟卓西是台湾黑熊的故乡 所以我们也这两年的主题 都是以这黑熊来做一个主题出发 那像去年的熊稻草人 那今年我们也就觉得说 其实大家来这里 你看到的东西就是 我觉得就是对玉里第一个印象 哦 这里有黑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是相当的不错 我们就去继续沿用这样的主题 继续下去这样子 这是于GD农会睽违两年的花海艺术活动 这次特地成租展售中心旁边的农地 长期使用让花海艺术活动不间断 因为农民他大概过完春节 他就必须要整田插秧了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很可惜那些设备跟装置艺术 能够让大家看到的时间都相当的短 那所以我们利用这次的机会 就是把我们展桌中心隔壁的这块地 那把它整个沉住下来 那等于说它就可以很长期的来做这样的使用 春南花开到玉里 从玉里地区北端大雨到南边的课程 同步举办两场装置艺术活动 让百花旗开的缤纷 为接下来的一年增添更多彩的心情 预期农会26号办理开幕仪式 让玉里多了一处耳目一新的打卡新景点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